来看看我身后大屏幕上这个大家伙超级巨轮最大级别的集装相传 作为全国船舶海工产业第一大省江苏拥有近百家船舶海工规模以上企业 位于江苏南通等地的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集群是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工人们加班加点建造全球最大级别的集装相传 全球最大级别的集装相传如何生产 一搜搜超级巨轮能够在大洋里安全行驶批拨展浪 其在精度上有着哪些严苛的要求呢 巨轮生产线到底隐藏着多么精细的绣花功夫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问到底 好 先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到江苏南通的长江之边 去看一看最大级别的集装相传到底有多大 这里是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长江之滨 在我身旁 全球最大量级的集装相传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这艘船行长399.99米 行宽是61.3米 行身是33.2米 它的甲板面积就相当于3.5个足球场那么大 那么这艘船在满载的时候可以装载24188个标准集装箱 相当于240多列火车的装载量 如果把这些集装箱一字排成一排有150多公里那么长 在江苏南通有一家大型现代化造船企业 目前已经建造了6艘全球最大级别的超大型集装箱船 那么一艘巨轮从零部件到组装成功 总共需要多少步呢 新一代的超大型集装箱船 甲板面积达到了24000平方米 最大堆箱层数可以达到25层 这么大的海上巨无霸仅需14个月就可以完成建造 像这样的一条船的话用钢量大概在5万多吨 因为现在都是分段建造法 首先就是要切杆板做成一个个的分段 像这样的一个船的话 我们大概要做成500多个分段 把分段送到涂装车里面进行这个分段涂装 再把这样的分段进行预合拢合拢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船体 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在船屋里面建造阶段 第三个阶段的话就是在西装码头的西装调试阶段 经过这个西装调试以后 那这个基本上这条船就可以完工了 看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 这么大的船需要切割组装如此多的钢板 在制造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弄错呢 近年来一批船舶企业通过加快智能化改造 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 打造智慧化车间工厂 国产巨伦的生产如何更智慧 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过去刚才堆厂的作业需要一支十多人队伍 尽量靠本子计 初量靠人工来返找 如今经过信息化数字化改造 操作人员点击电脑鼠标 锁定物料的工作就可以顺势完成 需要使用的板材自动传送至车间后 第一道工序是钢板全面印字生产线 这个硕大的机器就像是一个巨型打印机 给每一块钢板都印上将要切割的图案和一串编码 保证后续精准使用 除了自动寻找物料 在这个智能化制造车间里 还有激光自动切割作业 机器人自动焊接作业正在进行着 我们有三条机器人焊接生产线 相比传统人工效率的话 有效提高60%左右 生产周期速到50% 质量相对来说比人工稳定 有效减轻员工的劳动前度 这些由大量钢铁建造而成的一艘艘超级巨轮 能够在大洋里安全行驶批拨展浪 取决于生产建造的每一步过程 都对精度有着严苛的要求 那巨轮生产线隐藏了哪些绣花功夫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车间 就叫管子车间 那每一根管子就好比是大船的血管 那每一根血管的打造 对它的精度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 这些管子在船舶上 用于输送水 油 天然气等等 粗细不一 用途广泛 在这间管子车间里 既有机器生产线进行自动化焊接 也有人工在进行打磨加工 车间技术人员告诉记者 像这种两头都焊接上连接件法栏的管子 以往要先焊一头法栏 再弯曲管子 根据规定长度切割打磨合格后 再焊接另一头法栏 而现在他们可以做到先焊后弯 也就是在直管时就焊接好两头法栏 然后一次弯曲成形 通过先焊后弯能保证它的精度 精度的话 首先是弯曲我们能确保在0.5度以内 弯曲之后的两端的长度余量 我们能保证在一个毫米以内 另一个车间有点像服装厂的流水线 一块块钢板好比是一块块布料 只要清点屏幕 电脑设计好的上百个零部件图案 就会满满当当印在钢板上 随后在下面一个工序中 切割机焊接机器人 就可以根据图案实现精准裁切和焊接 我们在钢板利用方面 也就像两体裁衣一样的 保证这个钢板有最大的利用率 通过2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 钢板一次性利用率达92% 二次利用率超过95% 在船务码头周边 一个个由精准裁减制成的分段结构 就像是搭积木一样拼装起来 整个过程 他们基本做到不用修割 直接焊接合拢 业内把它称作无余量造船 这么大的船 如何让其更加绿色地炭呢 近年来 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发展迅速 绿色船舶占卑比稳步提升 在江苏启东的这家 专门定制LNG燃料罐的 船舶配套企业 有各种造型的燃料罐 据企业的研发设计人员介绍 他们根据不同的船型需求 设计出了不同的罐体 眼前这座被脚手架包围的 是正在建造中的 全球首个4650地方 垂直双耳LNG燃料罐 它高达32米 约10层住宅楼的高度 LNG燃料与大型轮船常用的 重油燃料相比能够有效的降低 85%的氮化物排放 20%的二氧化碳排放 以及100%的硫化物 及细微颗粒的排放 是现在造船业市场 最受欢迎的绿色低碳传型 因此全球市场对LNG燃料罐的需求量 也是越来越大